这牛真抗冻啊 还在这冬泳啊 看着一群沙奔鸡 哎呀 又跑了 碰到一只狐狸 它尾巴挺大呀 哎 回头看看 林区这个地方就是 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 随处可见 什么野生动物 都有 狼 蛇猎 雪兔 袍子 刚才我们看的那野鸡是母的 它是公的野鸡 尾巴特别大 就像小孔雀一样可漂亮了 在过去很多年前 他们有逮那种野鸡 然后做成标本的 在家里面放着当摆件 但是后来成为保护动物 立法了之后就不让逮了 现在这种标本都很少见了 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值得来一趟 处处有惊喜 每回来都能看着点小动物 寻找沙半斤 沙半斤 一大片 看看 这一群小家 长得还挺好看的 这么老做 1234 八九十十一山 一大窝 你看这多奇怪 我走着走 他听着雪声 他们就飞 开车过来了 离这么近的不飞了 傻了你 是吧 飞走了 到了邻居来 哪儿好 就是冷啊 大笔上直流 太冷了 这个羊点 真就是我叔叔的秘密基地 他在这待了好多年了 城里都不回 这地方确实好 我一来每次都不愿意走 靠山 又有河 又有树林 夏天上树林子里 采点蘑菇 然后捕捕鱼 养点羊 那小风景 他在这边 跟老多野生动物 成为好朋友了 之前 养了一只 超级大的 鹰 叫什么 西伯利亚鹰 他冬天就飞走 夏天飞回来 喂他吃肉 那个鹰就认识他了 后来这两年 那个鹰就没再回来 我叔叔 他可能 到了俄罗斯 让人给逮了 可能估计是 然后 在他的那边的那个大房车里面 他还养过两只小松鼠 定期就喂他们点松子什么的